我有点害怕了 非常的残酷 但是没办法 这是个比赛 我们要开始战斗了 没有关系 我今天穿着就是面子女 就是那种 很不好惹的那种 早知道穿凶一点 看到我这个装扮肯定是 你这个弱弱的小女生 你就是不太OK 没有压力 就是主打一个运气 就是安全 Chill 接下来 最后四位被选中的幸运儿是 黄坤 黄坤 不可能 施恩 黄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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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装容奇效果 迪娜 以及 若婉 周君宇 李浩宇 锦组 好可爱 两个小朋友 不是我 为什么 我好郁闷 我崩溃 我破房 我想吹爆这个节目组 你为什么要选择我 第一回合就是得打呀 因为我想要赢 因为我之前听过你的歌 我觉得是有可踢空间 你的唱歌风格和我挺像的 但我还是可以呈现出很好的效果 我知道你也是一个歌曲作者 所以我觉得我们会比较有趣 但是 但是我希望赢 对不起 好运 那你是觉得我唱得很一般吗 你没有赢 你好 你好 你刚才认识你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接受你的挑战 舞台剑吧 谢谢你 玩起来 OK 会的 我的胜率是百分之百 所以说我觉得施恩加油 六组影子选手锁定已完成 同时被锁定者各选择了一名在线选手 组成了六个三人对决组 我要起死人 李杨夕 选的是文文哥 妙沙 川崎 你腰顶我 此外剩余在线选手自由组队组成了三个双人对决小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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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会怎样 我必须得是90分以上了 我在私下都已经 做足了百分之两百的准备 通关与否 我说了算 突围机关 谁与争松 我是愈强则强的人 越有竞争力的对手 我会越兴奋 我虽然是影子选手 但是我一定是要 变成永远站在舞台上的人 打败弟弟 干杯 现场倒计时 5 4 3 2 1 就这样 能把你挣扶 我一定不会认输 大家好 我是回收站的副站长 那不算 通关于否 我们说了算 什么 这么算 我是突围大玩家 今天我们来是突围踢馆的 祝你们好运 那脚 准备好了吗 反正输了不要哭 好 请问何站长呢 何站长 何站长 别吵 别吵 便废为宝 谁总来了 在那儿 何站长 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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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回收站 我是你们的何站长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回收的意义 就是给予再一次的机会 所以今天 我们要回收有趣 舍弃无聊 我宣布 我们的回收站 发布会 正式开始 欢迎现场所有的玩家 来到淘宝独家冠名播出的青年派计划 淘宝可以逃出一万种生活 让我们先感谢来自湖南省长沙市湘江公正处的杨婷婷王一嘛 本季节目 派青年们将经历六场音乐发布会 最终诞生六位派世代音乐代言人 共同组成音乐六边形战士 当前来到第二关回收站音乐发布会 本场为突围追击站 共进夺十六张通关券 十八位在线选手 与六位突围选手 分成三组双人对决 六组三人对决 三人对决中 突围选手与锁定选手 进行一对一对决 胜者与另一在线选手 进行成绩对决 突围选手 若挑战第一人失利 直接离线 若挑战第二人失利 则进入待机 每组心跳值最高者 将获得优先通关券 所有未获得优先通关券的 待机选手 根据个人心跳值排名 竟得剩余的七张赛后通关券 赛制很残酷 但是你得接受这样子的残酷 比第一次公演的时候还紧张 毕竟来踢馆的选手 也都很厉害 你倒是对自己的目标 是想要拿第一名 起码可以进签试吧 我的目标是前九名 想赢成绩一 想赢文赵杰 要么第一 要么最后一名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我要给自己得一个 没有遗憾的目标 肯定是想拿到那张通关券的 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认可 第一位突围选手 他是谁呢 乐意 陈乐意 大声音 小玩家们大家好 我是陈乐意 今年21岁 欢迎大家来到派世间 这气场 我选择的对手是李浩宇 梁哥 我爱的女人要开始PK了 亲爱的浩宇 请你不要做那个唯一走了的人 没有 我们都不要做那个走了的人好吗 爱您 那就是让老文走 让老文默默承受这一切 对 接下来 请大家跟我一起 陌路狂欢派对 这上了一个我太超坏 可以 我知道很久了 她的身边的掌控 非常地有把握 她的台风特别的老练 特别的自助 她太厉害了 她又能唱又能跳 这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哈喽 我回来了 我带着又不一样了 我回来了 这次准备的节目 就是一个疯子